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沒有錯 當各位看到這部影片時 我已經不在台灣了 這是我第五天的預錄影片 那戰力一樣是快要來到2300萬左右 這部影片主要想跟大家聊聊 關於在同盟當中 使用元寶進行品嘗究竟值不值得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有需要加入LINE群的 再使用置頂留言進行加入 那同時有需要帶除的朋友 也可以找師辰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GOGO 好的 我們已經來到了品嘗的介面 每天都有三次免費品嘗的機會 可以獲得1000的同盟幣 那之後還要進行品嘗則是要消耗元寶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這個品嘗的上限 只要你元寶夠多 一天想品幾次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發費50元寶 可以獲得1000點的同盟幣 由此可知 1點同盟幣的價值就是0.05元寶 以於以上的基準 我們可以來到同盟商店 進行一個簡單的元寶換算 首先是藍色的冰鐵 又來強化21到40的裝備 但超過41級也是可以使用的 靠合成的方式 大家點一鍵強化的時候 就會自然使用掉了 每一個藍色冰鐵需要200個同盟幣 換算成元寶就等於10 緊接著是旁邊的神兵鍛造石 需要100同盟幣 換算成元寶的話 就只需要5個元寶 5元寶換到10個鍛造石 在普通的商店是1比1進行兌換的 等於說我們可以靠品茶的方式 來購買神兵鍛造石 會整整比商城購買 還要便宜5折 雖然我有點忘記了 但沒意外的話 和我們在奇遇當中遇到的商人 他販賣的價格是一樣的 第三我們看到邊年史 是需要消耗200同盟幣才可以換一本 那在商店當中 需要20元寶 等於同盟商店也是打5折的 只要10元寶就可以換到了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招募券 2000同盟幣換到一張 一張的價格等於100元寶 那在商店當中 直接購買需要消耗到250元寶 這甚至比5折還來的更便宜 第五個隨機的三級寶石 我已經全部買完了 那換算成元寶就只需要80 80元寶可以換到三級隨機的寶石 那每日商店都會有限購10次 可以購買三級的隨機寶石 是160塊的 也是打了5折 來的更划算 至於最後兩個高級金鍊石 還有長寶圖就不廢話了 一樣也都是打5折 會比商店購買來的便宜許多 總得來說 如果是中大課以上的玩家 在商店都會購買這些金鍊石編聯石 每天限購都買下來的 同盟商店等到每週重新重置時 一定要確保這裡的東西也盡量都買下來 畢竟商店比較貴的你們都買了 同盟商店並沒有不買的道理 另外在同盟的武將商店也是相同的道理 500同盟幣可以換到一個碎片 等於說只要4000同盟幣 也就是2000元寶就可以換到一整隻了 如果我們在拍賣又或者是說巡訪當中 遇到的底價4000元寶 還要再便宜了5折 超級划算 對於元寶比較充裕的玩家 也可以考慮把你們有在使用的武將 今日限購的次數都全部買完 同盟幣不夠 再用品嘗的方式來獲取 但是無課小課玩家 我還是不建議大家把每日限購都給買下來 因為橙色武將這種東西 大概玩個三四個月都可以升到六星 只是時間的問題 不如把元寶花在購買錦囊 錦囊的缺口是相當大的 像是微笑我現在可以算是一個中小課吧 還是偏小課 那黃中我之後用不到 那觀銀萍張欣彩我之後也都用不到 等於說我每日會購買下來的 就只有馬鈔而已 援軍也是相同的道理 無課小課玩家不要說要硬品茶 把所有的援軍給換下來 只要慢慢的玩 一邊玩一邊純 遲早都是會換滿的 那麼今天的同盟商店還有品茶分析 就說到這邊啦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